南沙太平岛的码头完工了 就在今天 海委会驻委管毕林 他低调证实 今天启用 那很奇怪 你人在台北 这不是你最重要的事吗 结果政府从上到下 静悄悄地派去 进驻了一艘百顿的巡防艇 而今天我要给大家看一段 最新的卫星影像 这个在哪里 这是共居在蒙古沙漠 打造等比例的总统府 干什么 模拟诈射 两岸的紧张演变到今天 毫无疏解 但今天曝光了一张勤务表 这个勤务表你就看到了 宪兵怎么会走上绝路 国军身心健康 谁来顾 就像你看看 蔡英文她今天出席了 海军陀江舰的 安江舰跟万江舰的交舰典礼 那几乎六艘舰全部交舰完毕 海军的战力 不可不说是有一个提升 但在这个敏感的时候 你看 他宁可去出席这样一个 陀江级军舰的交舰典礼 在于 在野党立委 纷纷喊话 连前总统马英九都说 你要不去太平岛 宣誓一下主权 你再过这个不到两三个月 就要卸任了 结果 蔡英文还是没去 国安局也建议她不要去 那海伟为今天反而证实 他们很低调的说 太平岛之前在做这个 港测郡升跟码头维修的 这个整修工程 已经启用了 那今天低调办一个启用典礼 不说大家都不知道 我现在讲到这个东西 我都还想说太平岛 到底是不是我们的 照理讲这个可以宣誓主权的 都应该要上头条 那当然是我们的 马英九说 他在2016年1月26号的时候 他曾经去太平岛宣誓主权 当时就有一个友邦表达反对 但是他也是坚持去 所以他就说了八个字 这个不为利诱 不为事竭 他还是说 我跟陈水扁去 都可以处理他安全 这个问题 蔡英文去也应该可以 这是马英九他的这个想法 那不管怎么样 在现在太平岛还有包括南海的这样一个紧张的氛围 其实不是只有在这个南海的局势 台海也有巧妙的这样一个感染道 比如说在中国大陆的内蒙古的沙漠 在沙漠这个地带 你看起来卫星的这个空拍图 有一些街景和他的模型 有点像台北市的这个博爱特区 跟我们的西门町的闹区 几乎就是在老共的 你看到这张图 这个在蒙古沙漠里面画出来的结果 白色的这个是马路 这个是在台北市中正区的Google map 给他看下去 有没有 总统府附近 你看到这个东西 跟白色的结果很像 一模一样 他就是在模拟总统府 因为在解放区的诸日和训练区 他算是解放区一个训练基地很大的地方 现在在内蒙古的沙漠阿拉扇佐奇那个地方 他几乎又把整个台北市博爱特区 和他都周遭的街景 包括总统府的模型 全部1比1的等比例 copy带他的这个训练的场地 然后去模拟什么 解放军的所有的飞弹火箭军 和他的这个空军的战斗机轰炸机 他的炸射 他的炸射训练就在这边 所以你看到 他直接这样子攻击这边 就模拟说战争的时候 他要怎么在这边打仗 而还有人注意到 解放军在东部战区演训的时候呢 刚好惊见到我自己的这个家乡 桃园市啊 这个杨梅区的一个阳新路四段 那边有一个上田举光跆拳道道馆的 这个招牌连电话上面都有 大家就觉得说 他是在模拟我们这个桃园 这个攻击的领口台地吗 为什么要挑在杨梅这个地方 那我跟你讲 当然有退役将你说 杨梅这个地方 他那边有高山顶 然后旁边都有鲁孤山 他们是讲到这个地方 那我跟大家讲 我自己是桃园人 我跟大家说 鲁孤山接龙潭 龙潭旺军什么 中科院跟陆军司令过 陆总部在那边 那如果是从这个高山顶 往西北延伸 街平镇的双连坡 他可以涵盖到这个海湖沙滩 就是所谓的共军 他要登陆的红色沙滩 那边很好登陆 还有大原的桃园国际机场 都在双连坡 整个高山顶的那个炮火射程下面 可以说我们刚刚在录影之前 就有提到 撕了杨梅啊 全台都没啊 所以杨梅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战略要地啊 撕了杨梅全台都没好 你现在看到了 他给你复刻一个 一比一一模一样的博爱特区 他又连这个杨梅最重要的这个要塞 都给你复刻出来了 那我们呢 事无有影待之啊 果然我们当然要有很多的准备啊 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汉光演习 联翔超演 联翔超演他也开始在实测 拦截敌军 尤其是全台湾北中南东 全部的包括天公飞弹 爱国者飞弹啊 他联合防空的这样一个演习 然后甚至在这个澎湖啊 他的一个这个机场 他都演练这个IDF的这个战斗机啊 整体的这样一个天狙部队 佛小紧急起飞 再加上结合防空飞弹跟防炮系统 执行这样整体全台湾的防空作战演练 这是最近几年罕见的状况 更罕见的是什么 520不是刚刚准备要这个新任总统交接了吗 对 520之前啊 当然解放军也不断的在演习 可是今年呢我们汉光40号的这个演习啊 电脑兵队以前我在采访军事的时候 那个电脑兵队都在5月多 可能在520下旬之后 结果没有想到今年竟然提前到4月中 4月16号 4月19号演习到4月26号 八天七夜 然后而且是在赖清德上任之前就开始举行了 所以也就是说你今天要 所有演习模拟的想定 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棘手 所以我得提前还要延长 是 所以当演习这么多的时候 国军官兵的这个压力很大 战备的情况 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要不然以前发生一些军中的这个不幸的悲剧的时候 是不是大家都会批评说 你国防不想掩盖什么 那个国防部变成遮羞部的部吗 所以当立法委员徐小新他有提到说 现在啊 这个有家长跟他陈勤 去年他们有一个这个儿子 宝贝儿子在军中 他是海军路战队九九旅 澎湖紫怡营区的一个这个中卫军官 就这样子 因为不堪军中的这个霸凌 然后选择亲身了 那这种事情发生之后 每个礼拜部队都要做心理和测验的资料 那这些心理资料呢 立委就说会交到班长排长连长的手上 那如果你是被干部这样层层层层层的 这样霸凌的话 霸凌的话 谁敢写啊 写上去不就是给你的直属长官看吗 更让大家诚惊的是 之前不是两岸要营发生一个这个阿兵哥 他自我伤害 然后就走了嘛 对不对 那大家当时就说他可能情务繁重 他又要办业务的一个这个士官 他又要这个战卫兵 战到变成战两个小时 歇两个小时 我自己是宪兵出身的 叫做战两歇两 很操耶 非常操 很硬 那个战两歇两 是我二十几年前当兵的那个年代 没想到二十年后还在战两歇两啊 所以当徐晓晶直询国防部长的时候 国防部他得到的是 宪兵指挥部给他知道 说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这个这不可能 我们是战两歇六啊 也就是一天八个小时 顶多一天 就战三个班 两到三班 就很操了 不会给他战到四到六班 可是你看到二月十七号到三月一号 这几天的班表 来你看 凌晨两点战到四点 四点下了哨之后呢 只休息两个小时 清晨六点又开始战 战到早上八点 这里只休息两个小时而已 我跟你讲啦 战两个小时 那个是一定要两个小时去掉 我们宪兵穿那个甲总服 他那个是娇亏 我们光是准备帽子什么清枪 我们就要半个小时 你要上哨之前 要准备半个小时 你要下哨 你要脱衣服 全身都汗流夹背 还把背心脱掉 甲总服弄掉 还要休息 又要汗流半个小时 所以其实每次战卫兵 前后半个小时 其实三个小时就去掉 他哪有休息到两个小时 可以说一个小时不到 又要战卫兵 所以难怪压力这么大 结果现在还有一个 澎湖的一个陆军上市 他本来是一个战车营的这个上市 还曾经上过举光原地 经文社也采访过他 曾经是军中标榜的钢铁职人 他竟然在越南店的这个 这个包厢的门口 开始喝醉酒之后 然后在那边醉酒起击 那有人啊 还自己在网路上爆料说 他的后台很硬啊 但是资金很宽裕 缺资金有资金需求的人 可以来找他 暗示他是不是 还有一些牵涉到 部队里面的不当借贷的关系 现在也被军方列为 要太除了名单啊 是 董哥 你怎么看 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部队 国防部在正前 就是赖金得要上任之前 做了很多动作 这些动作 譬如说你最近看到了 我们的胡兵役 他就带所有的记者去看 我们现在在实弹射击啊 不是你们讲的这样 这是三天前的新闻 大家记不记得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很多长官一直在填补 他在填补说 我们现在部队其实都很精良 然后还有一些消息就出来了 哇 美国的利扁帽来帮我们训练了 在澎湖有没有看到 哇 大家就看到 好像看到一片眼睛 但其实是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 现在我们的部队并没有在打仗 可是我们的部队死亡力很高啊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你如果要自杀要打1925 1995都没问题 可是有没有在胡岛 有被霸凌的人他怎么办 今天如果不是许巧新陪着家长出来 再开记者会说 七年五月 我们这个人 国防部说要调查到底要给我们交代 为什么到今年三月还没有交代 十个月过去了 对不对 今天是妈妈带着她的相来啊 所以我们部队有多少问题 霸凌 现在还是老鸟在吃菜鸟时代吗 而且这个被霸凌是个金官是个中卫 所以你今天可以看到部队里面 这样的问题层出不穷的话 这怎么是一个精锐的部队呢 我们亲爱精诚 大家一起合作才能打仗嘛 对不对 那你今天如果部队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了 让部队里面 一些比较弱势的人不敢讲话 然后大家集体来霸凌他 那这样的问题就层出不穷 所以今天我们很清楚 我们部队变成社会上最弱势的一个族群嘛 好 旺哲 你怎么看两岸现在 完全没有稍稍减缓紧张的气氛 可是我们的弟兄的身心状况谁来照顾 是啊 我们知道这个太平岛的议题 其实吵了蛮久 那坦白讲 蔡总统不去 那你要把理由讲清楚 说你到底为什么不去 今天不是大家要逼你要去 因为太平岛是一个主权 在最南端的一个象征 那如果今天不去的话 你讲清楚可能是因为 可能两岸的因素 可能因为南沙的一些因素 甚至南海的一些因素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体谅 但问题是你不去 然后话也没讲清楚 这会让他觉得有点在做文章 因为过去民进党不断喊 所谓的抗中保台 这个四个字 可是真的要你保台 保卫我们国家领土的时候 你选择了这种 有点逃避式的方式 这个就会被大家做文章 那再来就是讲到那个 海委会的事情 如果海委会证实这个启用天理 可是大家想一下 海委会之前是什么新闻 管碧林嘛 可是管碧林看起来 一改过去高调的一个情况 他这次变得异常的低调 这大家觉得说 是不是民进党在处理 所谓的太平岛议题上 是显得格外低调 因为我们知道 最难是太平岛 那最北是什么 最北是彭嘉宇 彭嘉宇包括了 这个陈水扁跟马英九 前总统 他们都有去的情况之下 那蔡总统 会不会就因为日本的压力 我们知道彭嘉宇 他属于钓鱼台系列的岛屿 所以你去的话 会不会跟日本有些抵触 那你这个话也要讲清楚 让大家国人可以知道 一清二楚状况 那会不会是因为两岸的因素呢 因为看起来 目前两岸的局势 看起来非常紧张 可是两岸局势紧张 那我们自己的国军弟兄 看起来军纪是有点涣散的 甚至军纪是有点不太稳的情况 你看这种亲身案平传 但是问题是 没有办法解决 好像今天发生了一起之后 过没多久又发生一起 但是上面的这些高层 到底没有正视 所谓的军人的问题 目前看起来是没有 如果有的话 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然后谁造成我们国军弟兄 这么大的压力 这个我觉得要好好审视一下 因为坦白说 如果两岸真的那么紧张 那国军弟兄压力 当然会真的大吧 那如果真的万一 两岸不幸开战之后 我们的军方的人员 他们承受不了这些压力 如果承受不了的话 我们台湾是不是一气之间 就被对岸抹平了 这个是有可能的 所以你看 对岸频频在出招的时候 也在做所谓的压力测试 那他做压力测试的时候 我们如果抵挡不住的话 这个对我们是一个 透露非常危险的警讯 照理说 如果对岸 你看 如果他频频四处 像什么街景图 甚至我们的博爱特区 这样的轰炸图 我们如果有相对应的 可以反击的这样的情况 我相信 国人都会在那边 而且他们对国军内容会有信心 可是我们这样呈现出来是 不止国军对自己国军没有信心 很多国人现在开始 可能对国军的信心度就不够了 那这样影响会影响到谁 影响未来民进党的 所谓的国防政策 你未来要推军构 未来要推所谓的 国军的一些福利的时候 大家不会相信你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国军的问题要好好正视 不要再搞一些 五四三的事情 五七报新闻从2018年开始 连续六年 谢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已经累计了 总计九亿人次的观看数了 非常感谢大家 重磅消息 跟大家拜托一下 我们快要突破 一百万的订阅 快点唱一下 请大家楼顶着楼下 抠更多人 来帮我们按赞订阅 一百万人的幸运儿 会是你吗 请大家一定帮忙来订阅分享 然后我都会看喔 感谢你